川普週一宣布 3M公司每月將向美國提供5500萬個N95口罩 主要提供給醫護人員 政府為幫助中小企業和員工的薪酬保障計劃 上週開始實行 川普週一表示 目前近3000家中小企業申請了超過400億美元貸款 將幫助挽救近200萬個就業崗位 川普還為英國首相約翰遜送上祈禱和祝福 希望他早日康復 約翰遜週一病情惡化 被轉入重症加護病房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 川普表示 不擔心他和副總統彭斯會感染病毒 但可能接受更多檢測 印度外交部週二表示 將向受中共病毒嚴重影響的國家出口必備藥物 川普週日和印度總理莫迪統化 希望允許印度向美國提供藥物 川普還表示 他和前副總統拜登求疫情進行了15分鐘統化 另外 週一白宮新聞發布會上 一名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提問 關於阿里巴巴等中企向美國輸送醫療物資的問題 以及中美合作抗疫事宜 但川普沒有回應 強調中方需要信守美中貿易協議 中共多年來一直在佔美國的便宜 新唐記者 畢心慈 田瑞 綜合報導